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 它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按照时间顺序去标注出来 是要告诉各位 它是一个掌握 接下来你要掌握轮动节奏的问题 那至于大盘的部分 我们在演讲会当中一直跟各位讲的是要看暗号 谈的是暗号的问题 像以今天的盘系来说 可能很多投资朋友又是想要放空 或者是又开始非常的保险 当然这都很合理 这很正常 那因为这个盘目前它外资热钱的关系 这个一直不断的进来 你看特别是今天最后一笔 超过261 最后一笔 又把指数整个拉上来 成交量放到1174亿 这是最后一笔的台积电 最后一笔的台积电将近两万六千张 当然没敲上去 这表示什么 对敲 当然哦 那这样子类似的概念 其实它所表示背后的意义是有一种 现阶段啊 我们必须要说 今天这样子的讯号 它出来之后 让我知道 我现阶段我不会去做全职股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那第二个部分 因为这样子的讯号 我们要告诉各位 第二季的格局 整个大盘的格局 它就因为今天这样子的讯号 它出来了 什么意思 这是目前大盘的位置 大盘第二季的格局会像第一季这样子吗 我不这么认为 那真正比较细节的整个细分来说 4月 5月 6月 它的大格局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 来告诉各位 它是第二季 台股完全攻略 当中所谈到的就是 整个大盘在第二季 它整个格局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赵老师一直用格局这个事业 因为格局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意思 像先前这一段 它非常清楚就是一个所谓多方趋势的一种格局 那先前这一段就是非常明显一个空方趋势的一种格局 那我们既然要顺势交易才能够赚钱的话 你找到格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顺势交易当中 顺势交易不是让你买这个空在最高补在最低 或者是买在最低补在最高 绝对不可能这样子 但是你看我们去年12月8号这样一路空下来赚钱 然后这一段时间比较保守一些 然后后来在过年之前我们跟各位讲说过年后要做多 你过年那段时间休假9天国际股市还是崩盘 那时候我不看好国际股市 但是我跟各位说因为格局出现了 所以我们年后做多 那当你掌握格局之后 年后一波上来 你就不会可能也许您手中的股票 先前买的到现在指数这样子一波上来 涨到1000点了你还没有赚钱 还没有几套 所以这次张老师常常要再讲一件事情 就是规划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您在必须要很清楚知道 接下来整个大盘的格局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胡乱去空啊 所谓的现阶段胡乱去空就是所谓您在拆高点 就以昨天的例子来说 昨天你有听我们广播节目的 张老师在讲说昨天的内支是大换股 对吧 我们不是讲大出货哦 是大换股 大出货指数是会下来 或者是OTC还会再跌 但是你有发现这件事情 OTC昨天跌了0.89% 今天又涨了0.75% 这不就是所谓的标准的大换股吗 你了解张老师这个要表达这个意思吗 出货换股 完全截然不同的字吗 截然不同的字眼 截然不同的意识 我们用字潜时是很谨慎 所以你看我们说是大换股 所以你会发现 先前我们跟各位讲说 提高现金的比重 好 然后他杀一根下来之后 一根红K 然后昨天我们确定他是要大换股 那你先前先提高现金的比重 把那些涨多的卖掉 对还是不对 当然是对啊 你看学校说好了 像2419的重期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连杀两根了 2498的宏达电 你有没有发现 也不太涨 3673的TPK 你有没有发现 怎么涨一天就结束 那当然了 这一支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支不太一样 这一支不太一样 这个还蛮有趣的 怀特 有机会我们再来谈 这这还有还有还没还没死 这只还没死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整个上半段的节目 要告诉各位的重点 只有一个规划 你对今天已经是3月18号 在两个礼拜之后 他要迈入一个所谓的第二季 你对第二季的行情 有没有什么看法 你对第二季的行情 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如果没有 是不是又很容易的 在盲目的操作 盲目的做多 盲目的做口 但是当你有了规划之后 你会知道何时该进 何时该出 所以今天的最新的研究报告当中 谈的是台股第二季的完全攻略 欢迎来电 利用我们广告中的方式 来电直接索取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专业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 二十多年来 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 更深远的眼光 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支付专线 02-2392-3988 各位投资朋友 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看几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在这个位置 买股票一定怕 这是一个必来的结果 但是为什么我昨天说是大换股 你看到昨天OTC跌了0.89% 今天又涨了0.75% 这不就是所谓大换股吗 好 那我不知道您怕的原因是什么 也许你是看指数位置 8810你觉得 好高好高好高 但是你扪心自问 会怕的朋友们 是不是从8000点就开始怕 8000 8100 8000 8300 8400 8500 8600 8700 一路都是在怕 没错吗 我们要克服这样子会怕的 那个思考 你要自己反过来再去想另外一件事情 如何去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如何克服这个问题 是因为 因为您过去没有规划好 所以害怕 所以让你可能从8000点就不敢做多 一路少赚了很多 对吗 那现阶段你要有规划的意识就是 你能够克服 我们讲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好 这个月线 这条蓝色的是月线 这一条 青色的是际线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月线上扬 际线上扬 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所谓的趋势的问题 两者上扬 当然多方格局没有改变 顶多是拉回 没错吗 季线扣底 在这个位置 目前在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在8200上下 那在这个半个月之后呢 又整个下来 那你说季线的支撑力道就非常非常的强 那你说第二季格局是如何 所以怕很正常 但是当你了解 第二季整个行情规划之后 当你拿到我们第二季的台股完全攻略之后 你就会清楚了解你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出 那当然 我们接下来 谈完大盘之后 我们要来谈 我们昨天演讲会谈到了极档股票 那其中一档 四开头的 他今天涨了7个百分点 12点之前都在平盘上下震荡 一度翻黑 12点过后开始买盘进驻网上拉 尾盘攻到涨7个百分点 如果按照过去救治来算的话 它是涨停 那另外我们来公开讲比较弱的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做什么 昨天谈到了9938的百合 昨天听完演讲 他今天早上开盘开91块 最高攻到98块 最后尾盘收44.54个百分点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他的确今天是创新高 但是带有一个上影线 成交量有放出来 接下来就要看他在这个位置震荡之后 的状况是否亮说 或者是大量的换手 这接下来你就要去看他的周转率 所以说您昨天有来听演讲的 然后你早上一早有去买的 你现在有赚钱的 你当然可以往高先走 不要去帮我们抬轿 那另外呢 四开头就不公开了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在大换股之后 我想各位一定很想知道说 那支大换股它要换什么股票 我这几天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第二季的股票跟第一季的股票 是完全截然不同 因为题材的不同 因为季度的不同 产业旺的时间点不同 所以它是不同的股票 所以你要看他不管是重期下来 二四五六七七七 第一季涨很凶 然后又下来 因为他那个是所谓的基本面 跟不上他的股价 所以那支会大换股的原因在这边 多方控盘的情况之下 那支他一样会去把 在3月18号 已经相当接近月底之前的时间 他会很清楚知道 主力业内装饰户大户投信法人 他们都会很清楚的知道 公司的业绩到底是如何 为什么会知道 你派个研究人去访谈公司 问他上半个月营运的状况如何 订单的达成率如何 你大致上就可以推销出来 这个月的状况如何 会不会成长 所以那支大换股的用意在这边 所以说你看呢 举例来说 为什么黄大电 的确他前面很凶 走的是刚空题材 为什么后面不找 这是逻辑问题 再来你看 基本面跟不上来的TPK 自然而然 拉一下之后就下来 因为快要到 要公布营收的时候 年报的时候 所以我们再来思考 你看三胡二的同志 哇塞有够厉害的 来到501块了 来 今天又涨停了 今天二月份的营收公告出来 它是成长146个百分点 而且工作天数是比较少的 它竟然营收只比上个月 二月工作天数只有13天 比一月份 小幅减少6.98% 它会这么强是有它的原因 所以说 当一档个股基本面跟上 那股价自然会强 但是我不是叫各位去追同志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告诉各位 你接下来下个礼拜 最重要的题材是什么 三月营收会爆发的股票 所以你看那些投机股昨天整个砍下来 所以你看今天 营收已经确定不错的 整个上去 而且还空上涨停 所以同志朋友 下个礼拜涨什么 三月份营收会爆发的股票 我说过了很多法人派研究人去 他就知道 大致上的状况 三月份上半个月 大致上的状况 你只要算那个达成率 假设你现在已经达成70%了 剩下半个月的时间 你只要再达成30% 就跟之前一样 那你是不是在往上 就会增加 所以投资朋友 在我们第二季的台股完全攻略当中 里面 给了几档股票 三月份营收 有潜力出现爆发性成长的股票 下个礼拜 做的是这样子的题材 好 欢迎各位来电说去 我们第二季台股完全攻略 好 谢谢各位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